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集合家丁 不行 有一点希望我也不能放心 阿根 你带上所有家丁 马上去救人 越快越好 是 要救少卿 我也去 富贵 走 是 夫人 免不了一场恶斗 波军也去出点力气 夫人 大哥 大哥 少爷 少爷 怎么了大哥 唐家拿咱们当猴耍 你让他们知道知道 拿咱们当猴耍的下场是什么 马上 起来 你们想干什么 起来 你们想干什么 起来 少爷 少爷 我们必须要打开杀戒 我这把刀 从来没有开过婚 今天就拿你们俩开始 快快 快 还打杀戏 撑我了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命 你有什么怨恨去冲我来和他没关系 你放了他 少爷 看不出来 你今天倒像个男人了 好 那我就杀了你 我杀 成全你 乖 我求求求你 不要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放少爷回去吧 留我在这当人质 少爷回去 一定可以拿到钱给你的 一定可以的 从现在开始 我已经不相信你们唐家了 唐少爷 你也风流够了 去死吧 不要 少爷 阿燕 少亲 把他给我拖出去 走 走 你不能杀了他 你要杀 你就去杀了我吧 你这个混蛋 我做这一切为了谁 你居然还护着这种人 这种人不杀了他 难解我心 死之恨 我跟他是真心想啊 你杀了他 就等于杀了我的心 我跟他有缘 我 怪天 不怪地 只怪命运的不公 我知道他的心 他没有一天辜负过我 今生我别无他求 只希望他能过得平平原来 健健康康 他 他死了 我就算是活着 也如同行尸走肉 我愿意用我的命 来换他的命 哥 你要杀 就杀了我吧 不要说了 真的对不起你 我就是做牛做马 也要报答你 我也要报答 你太傻 你太痴你知道吗 可能我们不想杀人 是他们唐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悔 你快让开 我杀了他 你快让开 他是玄书的爹 你是玄书的舅舅 今天你杀了他 你将来怎么向玄书交代 你还怎么面对玄书 玄书还怎么认你这个舅舅 你是他的舅舅舅人啊 快快 快点 快快点 快快快快 后面跟上 快快 快后面跟上 阿根就在这儿 好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大哥不好啦 唐家来你了 走啊 走 快 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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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乱闹 害!!! 害!! 是 红 不行了 我们的人越来越多 黄匪眼看就顶不住了 没想到 都在时候了 还能想什么办法 都是那个小白脸 手机油都坏在他手上 着急 先过来还不到放弃的时候 那你说 还没什么办法 启风了 启风又怎么了 都什么时候你还说对了 你快说 到底还有什么办法 大少奶奶 既然我们正面打不进去 何不用火弓 封住火石 让他们同归于尽 借东风 对 还不快去 好 快去 儿听的风声紧从东而降 更快去 更快去 少爷 少爷 少爷您快起来 您快起来 少爷 我不会丢下 我不会丢下你 一个人 要走 我们一起走 您快起来 您快起来 再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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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夏琴 夏琴 韩颜 韩颜 我没有钥匙 你们等会儿 我想慢慢把它砸开 韩颜 快救我们 少爷不行 少爷不行了 少爷不行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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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ỏ 小爷 快 快 快 我 快 快 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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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奶奶 我干的还行吧 干的不错 回去有手 还不行大少奶奶 都没有人呢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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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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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进去 崔芬 你不能 好 好 你去死吧 你死我不拦着你 对不起了邱先生 他危险 崔芬在里面 崔芬在里面 救命啊 崔芬 崔芬 崔芬醒醒 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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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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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子哥 钢子哥 你醒醒啊 钢子哥 你没事吧 钢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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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我这不是已经好多了吗 这帮丧心病狂的绑匪林亮还想要放火烧死你 幸亏你命大才逃过这一劫 儿子你放心 这口气 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那些绑匪的画像 回头我就交给官府 缉拿他们 娘不要 他们没有想杀我 你都这样了还帮他们说话呀 不是娘我说的都是真的 如果他们要杀我 就不会留到现在了 就是那场大火太猛了 要不是 要不是崔芬 我就活不到现在了 如果不是他擅作主张 事情也不会弄成这样 这笔账 我还没跟他算呢 娘 娘什么娘 这长度可以吗 没问题 还疼吗 没事了 这点小伤算什么呀 还说没事呢 刚从南中都说了 你再往后老勺砸一点 你的小命就保不住了 听他们的 他们不把你的病说得严重点 能显出他们能耐 要真的砸到后老勺 你就算不死 也会瘫痪呀 我真的没事 我这人命硬 还说命硬呢 枝刚也命硬 这最后怕是 枝刚兄弟 我的好兄弟 下干义的 只是可怜的玉琴 苏珍 我们一定带好玉琴 这样才能对得起 枝刚兄弟的再天之力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玉琴 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 但是 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以后不要再管 翠峰的事了好吗 你已经帮他很多忙了 他是唐府的人 他的事唐府会管的 再说了 唐府确实也太麻烦了 我们只是个平头老百姓 安安分分过滑我们的日子 不要再惹麻烦了 不要再惹麻烦了 玉琴 你答应我 你答应我好吗 好 初晨 我不是请答应你了吗 你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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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自从咱爹 咱娘死了以后 在这个世上 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我发过誓 等我再找到你以后 不让你受一点委屈 不让你受一点委屈 可是哥 没做到 有时候我想想 我对不起咱爹 和咱娘 大哥 别太担心了 韩颜姐会没事的 你先出去 妹妹 哥是一心想为你好 为你讨回公道 可是没想到把你给害了 你不能再有事了 你如果再有事 我没法跟咱爹 咱娘交代 把我妹妹看好 我去给她抓药去 放心吧 少爷 喝汤了 我特地让香芹 给您炖的十全大补汤 我喝不下 不喝怎么行呢 您被关了这么久 身子这么弱 应该好好补补的 我吃不下 少爷 您是不是不舒服啊 我心里难受 少爷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就别再想了 至刚的死 我也很难受 人死不能复生 快别想了 自己的身子重要 我听说 至刚有一个女儿 对 叫玉琴 可怜的孩子 从小就没了娘 现在至刚又 那我们就把她接近唐府来抚养 真的吗 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 又怕您不同意 至刚是因为救我们才死的 至刚的女儿 就是我唐少卿的女儿 对了 和她同时进来救我们的 还有一个人 那个人是谁啊 她叫李瑞婷 就是她发现了绑匪藏我们的地方 通知唐家的人来救我们的 哦 叫李瑞婷 好人呢 咱们不能忘了人家 明天 你带上钱 再带一些补品 去看看她 本来应该我亲自去看她 看我这身体 好 我明天就去 隋芬 谢谢你 我没做什么 别这么说 你既然这么说 我这心里越内疚越惭愧 你为了我 不顾自己的死活 两次进入废窝 去救我 好 少爷 您对我这么好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现在发现 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离不开你了 少爷 我来 瑞婷 瑞婷 你别动 坐着 你受伤了没有 我没事 素贞呢 她抓药去了 你的伤好些了吗 还疼不疼 不疼 我没事 我一直都很担心你 我挺好的 我去给你倒杯水 崔芬 我 瑞婷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明白我都明白 但是 长痛不如短痛 如果一定要痛的话 我只想痛一次 素贞 你怎么来了 把你的东西收回去 你 你什么人啊 让你比二少奶奶这么无礼 小飞 你先出去吧 二少奶奶 你出去 快点 素贞 有什么话我们坐下来好好说 我没什么话要跟你好好说的 请你以后不要再去我家 我 我 我去给瑞婷送点补品补补身子 马翠芬 你不要再冒括号的假慈悲了 要不是为了你 瑞婷也不会身负重伤 要不是为了你 智刚也不会死 瑞卿也不会 这些东西因为你 是 是 是 智刚的死 我也很难过 自己嫁进唐府以后 我没救过 再说 我刚刚才赶了你 你再来我们做的事 我来说 制作人 整理材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和瑞婷分开 要不是唐家拿钱给我爹逼我家进唐府 我一定会跟瑞婷在一起相守一生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以为老天有给我送来一个好女人 可万万没有想到 你爱的人竟然是我唐少卿的救命恩人 她为了救我连命都不顾 我又怎么能这么残忍 能让一对有情人老眼纷飞 瑞婷 请你原谅我 这一切我都不知道 我不能再错下去了 我要还你自由之身 瑞婷 我真的不忍心让你离开我 你的善良 贤惠 勤快 体贴 已经深深扎进了我的心坎 我觉得 我觉得我已经喜欢上了你 不 少卿 你不能这么自私啊 你做的孽 你必须自己来纠正 要不你的良心一辈子不得安宁 而且你到底没关系 这一切我 прев词 我还是把它冲呢 你不忍心啊 打开我 你不忍心啊 你不忍心啊 你算了 我爱你 你不忍心啊 我爱你 伤心啊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不忍心啊 我爱你 我听少秦讲 他没有死于绑匪的刀下 却差点死在这场大火中 你们说 这是谁干的 当时那么乱 谁知道怎么回事 这火烧得是很蹊跷 当我们快要打进去的时候 突然一样的烧起了大火 后来我看过现场 是我们带去的松油火把 引起的大火 什么 是我们的人干的 是谁 养了半天养了个内贼在家 你们给我彻底查 查出来是谁 我要让他求神不得 求死不能 娘 现在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 少爷也平平安安回来了 还干嘛那么大动干戈 弄得人心惶惶的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还说没事啊 伯军 你知道什么吗 当时的情形确实很混乱 伯军还真不知道是谁放的火 娘 依我看来 要查出是谁放的火 并不难 怎么说 只要搞清楚 谁最想少爷和我死 就会水落石出的 你把话说明白 谁想少爷死 姐姐 我只是救世论事而已 你少打马虎眼了 最想少爷死的就是你 大家想想 我们眼前的这位二少奶奶 曾经自告奋勇地拿到三千大洋 去赎少爷 可是这些钱呢 在她手上就变成了一堆石头 你们相信吗 这分明是 有人建材起义 为了三千大洋 宁可不要少爷的性命 马翠芬 你这叫做谋财害命 想害死少爷的 就是你 你胡说八道 娘在这里查这场火的来历 你就横生枝节 胡拉乱扯 你什么意思 什么居心 别急了 都给我闭嘴 就知道吵吵吵 还嫌这个家不够乱吗 一个个都像浩豆的公鸡 在那乱扑乱咬的 说什么都内部评据吧 证据呢 拿来 好 娘 我会把证据给你找出来的 我要让那个 吃里扒外的东西 现出原形 他们可能对那场大火起疑心了 是吗 那又怎么样 现在死无对阵 有什么证据能说 那火是我们放的 倒是那三千大洋 该是我们好好 做做文章的时候了 嗯 事都该说往的时候了 三千大洋 怕是那马友才 看得眼睛都直了 你要知道 当初让马友才 抢去那三千大洋的时候 我有多心疼 他还以为是天上掉下馅饼来了 我要让他知道贪婪的下场 对 派人去抓马友才了吗 富贵已经去了 不好了不好了 大少奶奶 马友才她跑了 什么跑了 跑哪去了 我也不知道 好几天没见到人影了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还不多派见人去找 是 大少奶奶您放心 有一个地儿 他是熬不了多久一定会去的 哪儿 独仇 独仇 我带着玉琴来送你来了 玉琴乖 给你跌颗头 只刚兄弟 你放心地走 以后玉琴 就是我李瑞婷的亲生女儿 瑞婷 你是玉琴的爹 我就是玉琴的鸟 她来 苏贞 我们回去了 别放 走吧 少女 志郎兄弟 我们来看你来了 我们从未有过交情 你却为了救我 我心里内疚啊 唐小爷 你也别太自杀了 这种事情 谁都不愿意发生 志哥 就你之恩 今生今世 无以为报 我会尽我所能地照顾玉琴 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 玉琴是我和瑞琴的女儿 我们自然会对她好的 不用你二少奶的飞行 不这样 怎么 我说错了吗 陈姑娘 希望你能理解 我们只是想让孩子生活得更好 你以为吃得好 穿得好 就算生活得好嘛 生活在你们唐府的大院里 整天勾心斗角 尔与我诈 就算吃得再好 穿得再好 你又怎么样 我更希望你 玉琴能跟我们像平白老百姓一样生活 苏贞 别说了 晓鸥 告诉你 你别想把玉琴从我身边抢走 就如同你强不走瑞婷一样 苏贞 瑞婷兄弟 苏贞 不会说话 你别介意了 玉琴兄弟 没关系 随贞 你先回去吧 我想和玉琴兄弟喝一杯 你们俩 玉琴兄弟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请得喝杯水酒 非表我的心意 难道不应该 唐少爷 你们不必客气 不 不 要的 要的 瑞婷兄弟 少爷 可是您的身体 没关系 我心里有数 你回去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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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 答应 瑞婷兄弟 我敬你一杯 别别别 还是我敬你 来 来 唐少爷 我这次遇难 都亏了你们出手相救 别这么说 应该的 对了 还有瑞婷 我真没想到她能这么勇敢 是啊 瑞婷是这个世上少有的好女人 唐少爷 你一定要好好待她 是 瑞婷的确是个好女人 可是我未能保护好她 也对不起她 从她嫁进唐府 就没想过什么福 却让她吃了不少苦 你有这份心 这份以后的日子会好的 瑞婷兄弟 说句实话 我也不怕你笑话 我能让 脆分不熟吃不熟穿 但我不能让她快乐起来 从她嫁进唐府 我就时常看见她闷闷不乐 这种心情 我也经历过 瑞婷兄弟 你和她从小一起长大 你一定很了解她吧 你想说什么 当初 我们唐家是为了传种接代 硬是花钱 把她去进了唐府 我知道 这并非出于她的本意 凭我的直觉 她进唐府之前 心里已经有人了 唐少爷 你 你听我把话说完 如果真是这样 我一定还她自由之身 让她去追求 属于她自己的幸福 可是 唐少爷难道你对崔芬 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我想 我现在想的是 我不能再继续 不能再继续对不起她 那你知道 崔芬她自己是怎么想的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我绝不能夺人所爱 如果我错了 我就一定改正 我真的没想到 你是这么一个深明大义的人 崔芬 能够碰到你 也算是她的幸运 不过 就算你想还她自由之身 这也不是一简单的事情 我 不明白你的意思 很多事情 如果一旦发生了 你要想改变它 绝非意识 事过境迁 很难回到她原来的样子 是 你能说得 再明白一些吗 这样吧唐少爷 我给你讲个故事 我从小跟一个姑娘真心相爱 可是后来她被迫嫁给了别人 我也因为复命难违 娶了别人作为妻子 可我日思夜想 总希望能跟我心爱的这个姑娘 破镜重圆 我也争取过 也抗争过 可后来 对 我也想到了 如果我们真的能走在一起 那就会伤害到我现在的妻子 她是那么的善良 那么的无辜 而且我也无法保证 是不是能给自己所爱的人 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我 我 这么说你就不再争取了吗 我 说心里话 我痛苦了很久 我真的不甘心 可也许这就是命 面对现实 我感觉真的很无奈很无助 雨婷兄弟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唐少爷 我真的希望 你能善待翠凡 让他过得 幸福快乐 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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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竭尽所能 让翠三过上 开心的日子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多少年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叫人催断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